在华盛顿大学的医学院做助理教授 大家可以听到我的声音吧 可以 好 那今天呢 我们非常有幸邀请到王冠 来帮我们 就是导读一下 有一篇特别有趣的研究 是由牛津大学团队做的 好 那我就把话筒交给王冠 谢谢舒老师 大家好 我是王冠 现在在杭州医学院的浙江省继承卫生研究中心 主要从事卫生政策评估工作 我今天主要那个主题是关于介绍 牛津大学防控政策指数 下面我开始就是从这个背景 然后研究数据方法 然后结果还有 总结跟讨论一一开始介绍 因为它就是这个牛津大学防控政策指数的一个追踪系统 它的起源就是想要比较在COVID-19的全球大流行环境下 不同国家之间的政策 政策实施 以及他们的防控 严峻程度的 程度的比较跟量化问题 它首先是由牛津大学发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系统 并且在这个基础上发展出了一些政策指数的这个评估 这个 它的简写就是这个OxCGRT 它主要目前为止是包含了17个指标 主要它分为三大块 第一个就是关于 就是关闭一些场所 closure和containment的限制 它其中有八个指标 就是C1到C8 第二个的话是 主要反映经济上的一个采取应对程度 它有四个指标 就是E1到E4 然后再有就是一个公共卫生系统里面的五个指标 这个指标呢 是从之前刚开始发展到现在为止 它其实是一个不断update过程 最初的话它只有9个 然后到后来发展成11个 到目前的17个指标 它在之后的话还是会进行更新和完善的 然后再发展成11个指标